前天509之后素有爆料王之称的巫统最高理事洛曼又在自己的面子书爆料 说早前强调不会走后门 不会跟敦马祖政府的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现在竟然有意要跟敦马合作 那在他上载的这支影片里头呢 洛曼是完全不给面子的狠狠的数落阿莫扎西 批评他呢需要借助马哈吉的力量来让巫统生存 这样啊根本懦弱无能也不配做巫统主席 巫统最高理事洛曼在自己的面子书爆料 说自己我有一支三分钟的录音存档 能够证实阿莫扎西在一场巫统内部活动上 列举了四项要跟马哈迪合作的原因 洛曼指出阿莫扎西举出最强的理由啊 就是伊斯兰党已经决定跟马哈迪合作 所以害怕巫统落单而选择跟随 那这样的做法呢令巫统非常难堪 接着洛曼也毫不客气地抨击阿莫扎西 这么做根本不是为了巫统 而是为了自己 希望通过支持马哈迪来换取比较轻的控状 罗曼还指出如果阿莫扎西真的为了自救而屈服于马哈迪跟马哈迪合作的话 那么他就应该辞去巫统主席的职务 那洛曼说的这番话真实度有多高呢 今天巫统的另外一名最高理事阿曼阿兹哈向媒体证实 他们将会在这个星期五的最高理事会上去讨论这个课题 目前呢是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要大家耐心等待 这句话的意思是 洛曼刚刚提到的阿莫扎西要巫统跟马哈迪合作的这件事 不是空穴来风 巫统内部是真的有在讨论着这件事的 只是现在还没有拍板定案 那之前阿莫扎西一直都强调 巫统是绝对绝对不会走后门的 不会在下届大选前跟土团党或者是敦马合作组政府 那为什么现在又突然转态呢 按照洛曼的爆料 他说阿莫扎西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跟马哈迪协商了 阿莫扎西目前呢被控多达45项罪名 比前首相纳吉还要多 当中涵盖刑事失信 滥权还有洗黑钱 涉案总金额呢高达1亿1415万令吉 而现在之所以提出要跟马哈迪合作 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跟敦马谈判 希望用支持敦马来做交换条件 希望自己呢可以逃过牢狱之灾 避免被起诉 那至于敦马和土团党最后会不会真的跟巫统合作 现在没有人知道 但现在洛曼敢敢炮打司令台 这显示啊 原本关系像是阿邦阿弟的 纳吉还有阿莫扎西呢 已经关系出现裂痕了 透视大马的一篇分析 引述评论员的话指出 大家都知道洛曼马他一直是前首相纳吉的亲信 是他的护法及先锋 而他现在出来抨击阿莫扎西 显示纳吉派系已经开始不满阿莫扎西 同时不排除阿莫扎西 为了要跟马哈迪合作而不惜将跟纳吉切割 那不管最后发展如何 要不要跟马哈迪合作的这个课题 已经在巫统内部引起争议 至于最后会不会造成巫统进一步分裂 就要看跟马哈迪合作的传言 会不会成真了